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型 6月29日 俄罗斯和乌克兰部队 继续在克里米纳以南进行有限地面攻击 乌克兰部队加强了在巴赫木特地区的反攻行动 在6月29日取得进展 乌克兰武装部队东部集团军发言人 谢尔西·切雷瓦蒂在表示 今天巴赫木特方向没有瓦格纳共用军 但俄罗斯侵略军在那里 集结了一个相当强大的战斗群 多达5万名士兵 300多辆坦克 330多套火炮系统和140套火箭骑射系统 巴赫木特没有战略价值 但那里有大公爵的脸面 在2023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评估了俄罗斯 2023年的军费预算约为6.6万亿卢部 这相当于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4.4% 而全面入侵乌克兰前的2021年比例为3.6% 由于缺乏透明度 包括使用机密的预算项目 俄罗斯的真实军事支出仍然不确定 这些项目约占俄罗斯政府总预算的22% 虽然国防预算中只有一部分用于乌克兰战争 但支出的增加凸显了俄罗斯在乌克兰活动的成本 此外 俄罗斯几乎肯定会因战争而面临额外的直接预算国防费用 包括在乌克兰俄战区的安全费用 和在与乌克兰接壤地区的防疫测试 俄罗斯军队占领的乌克兰别尔江斯克 是亚素海北面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 最近俄军在这里停放了20多架攻击型直升机 对乌军的反攻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据说今天乌克兰一共向该别尔江斯克机场 发射了6枚暴风阴影导弹 造成了11次爆炸声 看来收获不小 推网消息乌克兰国防情报局GUR 报告称俄罗斯国防部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之间 已经爆发内战了 GUR指出双方都会有人被杀 他们的总部位于莫斯科 彼此仅几分钟的路程 此消息有待证实 可笑的是 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27日 在克里姆林宫向俄国防部、联邦安全局、 国家禁卫军、内务部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发表讲话时称 这些部门在瓦格纳武装叛乱期间帮助维护秩序 讲话四天后 俄罗斯就传出了国防部和联邦安全局之间爆发内战的消息 这不可谓是狠狠地打了普京一记耳光 看来俄罗斯内乱依旧没有平息 从瓦格纳造反开始到斯洛维京被抓 再到俄两大部门内战 俄罗斯给我们的惊喜是越来越多 具体详情大雄会持续跟进 俄帝国内部的混乱对乌克兰的反攻是极其有利的 甚至是对整个人类文明都是极其有利的 毕竟全球现在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这个对土地极其狂热的民族 在这起风波中美欧国家的关注点也不是反俄派最终能否夺权 西方的关注点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乌克兰如何利用好俄罗斯的内乱 在正面战场取得优势 现在看来乌军成功把握住了这次机会 瓦格纳向莫斯科进军的时候 乌军也在各个方向发起了反攻 乌克兰国防部的副部长也出面正式 当天的作战行动都取得了积极成果 眼下俄罗斯后方的骚乱竟然初步的平息 但对前线军心的消极影响很难立刻消除 乌克兰能否抓紧时间扩大战果 接下来这一例两个月很重要 回顾瓦格纳造反事件 我们不难看出 霍里格金类似于朱棣打着清军策的旗号干大事 此人老奸巨华野心不小 虽说没成功 但此事没完 瓦格纳军之所以撤退 是因为没有俄国正规军和政界名流来响应 时机不成熟 霍里格金见好就收 烧鱼股类似于曹操 由于长期战争 此人已经控制了部分的兵权 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普丁 卡德罗夫类似于安禄山 车臣早晚会独立 俄国有不止一个安禄山 普丁开战之前类似于汉武帝 现在逐渐向汉县地的方向发展 瓦格纳军一路北上无人阻拦 还受到沿路百姓的欢迎 这说明在俄国民间有相当一部分人讨厌普丁 过去俄国的民意测验都是假的 瓦军北上基本上未受到军队的阻拦 说明军心不稳 很多人已经不在乎普丁的命令了 俄国各路诸侯以后都会用武力手段威胁天子 诸侯 藩阵 军阀登上前台 西方会加紧打击俄国 因为俄国暴露了自己的虚弱本质 俄国民间的反普丁力量有机可乘 诸侯们不会为难他们 俄国面临代际转换 老一辈俄国人怀念苏联 沉浸在大国梦里 新一代俄国人根本不在乎什么大国荣耀 他们在思想上都亲西方 有人说普里格金是在演双簧 根本不可能是双簧 因为此事带来的后果 没有加强普丁的统治 适得其反 有人说普里格金去了白俄 也会从白俄进攻击辅 那也是瞎说八道 他手下那点人打不下乌方大城市 最近的热点新闻很多 诸如法国暴乱 南亚两小国大战 这些事都是小事 铁锅炖大俄才是大事 其次就跟前面提到的一样 这起风波是否会导致俄罗斯的核失控呢? 苏联集体以来 美西方一直担心前苏联国家的核武器失控 俄罗斯现在也经常对西方打这个牌 前段时间已经把战术核武器部署到了白俄罗斯 摆出一副核敲诈的态势 自去年侵略乌克兰以来 俄罗斯在官方场合17次提及要动用核武 这是有资料可查的 至于视频篇幅原因 大俄就不一一罗列了 如此多次的叫嚷要和平全球 与纳粹有什么两样呢? 还记得那句话吧 世界上没了俄罗斯 还要这个世界干什么? 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大雄认为没有俄罗斯 相信世界人民生活的会更好 俄罗斯自以为军力强大 牵出来一溜啊 不是骡子不是马 只是转圈丢人啊 最后倚仗煤气罐子威胁全世界 支持他的侵略活动 在西方各国施压后 普丁大公爵又再次的发挥 俄罗斯式翻脸耍流氓特色 说过的话不认了 指责外界对俄使用核武的消息 通通都是误读啊 俄罗斯承诺在过去和现在 都没打算使用核武器 好嘛 这种自打脸的行为啊 放眼全球啊 只有大公爵可以面不改色的操作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俄罗斯现在不再进行核威胁了 因为没用啊 不让大家记得不啊 最开始俄罗斯官方搞了几次核威慑后 英法也同等各搞了一次 英国是直接大马路运核弹 相比于英国直接走高速公路转运核弹 法国动作更猛的 直接阵风升空 发射不带弹头的核导弹 历斯很明白啊 核弹不止你一架有啊 这之后俄罗斯消停了几天 结果到了顿巴斯战局不顺 以及西方军援加码 老毛子又开始拿着核武器闹起来了 这次不仅官方闹啊 民间也跟着起哄 说的话一个比一个不着边际啊 有时候二十秒毁灭巴黎的 有时候用一吨当量的 未入列核鱼雷直接击沉英国的 还有直接摆烂说大家一起死吧 使俄罗斯人就搬家去天堂 这次美国直接不憋着了 就表态一次 要打你就打啊 别憋一憋 乌克兰也跟着表态 乌军总司令说 俄罗斯确实很有可能用战术和武器 但是如果他用了 那对于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 将是一个巨大灾难的开始 乌克兰作为战区都不怕了 这威慑妥妥要失效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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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